我那時候還算是 剛出道 然後那時候呢 就剛剛好就去上那個 綜藝飛哥嘛 對 飛哥的節目 開錄了 她說 歡迎瑤瑤 我就說 一個美食節目 我想說 最後一個蛋糕 剛好上面有那個精子 當下第一個反應 想成精子了 所以我就沒有講精步 我就說 這個精子的口味 哇 吃起來好高級 好特別喔 精子 結果那製作人說 你不能把你平常吃 精子的口感 我那時候還算是 剛出道可能沒筆才 可能來個大概四四年 四五年 對 四五年左右 然後那時候呢 就剛剛好就去上那個 綜藝飛哥嘛 對 飛哥的節目 綜藝大哥大 對 然後那個時候呢 去的時候呢 因為就是真的第一次去 很緊張 然後因為飛哥也是真的 他想說 這可能有新人來 就想說特地 在後台的時候 就先跟我們講說 待會上去你們就沒關係 不用緊張 很Nice 是不是好清零喔 飛哥很棒 特地也來跟我們打個招呼 不是我們去找他 是他過來跟我們講 就想哇 天啊 大哥真的超Nice的 結果後面呢 你上台之後 然後飛就開始一個個介紹 說 歡迎誰 開錄了 開錄了 他說 歡迎瑤瑤 我就說 憲哥好 啊 挂了 你這就挂了 哇 真的完蛋了 那他們製作人是誰嗎 那個惠蘭 李惠蘭 李惠蘭 對 OK OK 我看到他我就怕死了 他整個這樣 臉垮掉你知道嗎 那飛哥臉沒有垮掉嗎 飛哥垮掉 但飛哥真的很Nice 他就也故意這樣說 是殺很大的瑤瑤嗎 這樣子 好快 誇張 大人有大量 你看嘛 怎麼會 飛哥幽默感 對啊 玩回去嘛 就想說天啊 就變一個哏了 因為他明明是我的經紀人 他應該要幫我說話 就是我在 我在錄節目 如果講錯話 他應該要幫我彌補的啊 結果有一次主持一個美食節目 然後因為那美食節目呢 我已經講到沒有辦法講口感 然後我想說 最後一個蛋糕 剛好上面有那個筋子 然後我想說 我就介紹那個筋子 筋薄吧 筋薄吧 筋薄啦 筋薄 可是因為我那個叫做筋子吧 筋薄 可是我當下第一個反應 想成筋子了 所以我就沒有講筋薄 我就說哇 這個筋子的口味 哇謝謝好高級好特別喔 筋子 然後我就看到那攝影大哥的鏡頭 就這樣 在抖 一直在想 他一直在抖 那個鏡頭 我想說我講錯什麼 他為什麼一直抖 是地震嗎 然後那個大哥已經抖到沒有辦法 然後那個蹦 也是蹦 一直就越來越低 這個蛋糕有筋子的味道 對 我就 我就想說是不是剛剛那裡太精彩 我又再裏替一次說 哇 你看 這個筋子 好好吃喔 這樣 結果後來製作人就喊 咖 他一喊咖 然後全部都安靜 咖怎麼咖 因為正常是錄完頭在咖 我很常錄美食節目會突然咖 所以那製作人說 嗯 你不能把你平常吃 筋子的口感 看起來 對 太妙了吧 而且還說你平常吃 好鬧喔 黑白來 然後我就說 沒有沒有 我說那個筋子很好吃 他就說 對 就是你不要分享出來 我說不是 不是筋子 是筋子 重點 重點 重點是那個製作人 還很正經的 對 他真的以為我在分享 台股婆婆心 好 OK 你們兩個 這哪裡OK 你OK 你OK